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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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生的時候 人生中的幾個男人都不少 每一打都有半打 我第一段婚姻破裂了 22歲左右 其實對我來說 更加美女 更加有美麗 更多男生追我 我更加要去苛求更好的愛 更保證到的愛 媽媽是不想我們這麼早拍拖 希望我們專心去讀書 讀書也不錯 上一大學之後 又來一個世界 沒有人管 又不會讓媽媽知道 大學裡第二年 我認識到一個男生 當時的同學 都笑我是一個無路的女人 因為男人說什麼 我就是什麼 不敢說不 畢業之後 他打工 有正職 之後又有負職 所以一個星期七日 其實他都沒有時間跟我一起 這個男人有些事情令我 不舒服 很喜歡關閉房門 聊電話 我只是躲在外面 等到他聊完 打開門 我才可以進去 那種生活 我經過了 一兩年 我決定有一天 是時候要離開 沒多久 我就遇到我的第二任丈夫 她真的對我很好 捧得我很高 好像公主 我要什麼就給我 這個丈夫其實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只不過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宗教的分別 回教對我來說真的很新鮮 有什麼特別之日 要回教旨 我都要跟我丈夫一起去 丈夫開始生意不順利 太專心的小朋友 沒那麼多時間去陪她 和她經過這個難關 只是怨言多 當時她沒有門外 我外面真的有個女孩子 當你有一天 你不再回來家裡過夜 那一天 就是我去找律師 搞離婚的日子 做話劇 那群朋友 說起說 我們很久都沒有搞劇 不如又在一起試試 搞舞台劇 前年有個劇 我做那個婆婆的主角 我是由十八歲演到八十幾歲 因為這個婆婆 其實很坑坑的 接觸到基督徒 令她回到教會之後 她發覺到基督教的愛 令她感動 她開始接受耶穌基督 去摸索這個劇本 去到一個時刻 我就想 婆婆原來幾十歲 才知道神的偉大 我不想像婆婆到最後 我晚年才有機會 可以更加知道神的愛 神的偉大 其實問回自己一句 我從小到大 我最想要的是什麼 是愛 神的愛真的不變 在香港很久很久之前 中學的時候 也有機會接觸畫劇 來到美國 有這個機會 接觸到有個劇 認識到有很多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 Tiffany 靈女 很容易聊天的一個人 我們就成為好朋友 再見方面 我又離婚 她又離婚 有些事情可以 點擊到說的話題 說一下我們對婚姻的看法 還有為什麼我們的婚姻會失敗 我發現我們很多時候的看法 還有人生的做事求事 很一致 拍拖了幾年 覺得大家的年紀都差不多了 其實都是時候結婚 我爸爸媽媽已經不在那裡了 我希望今次有天賦爸爸給我祝福 做愛性婚人 丈夫 她可能會 人始終回到天家的一天 有一天 她比我早前離開的話 我都不會覺得寂寞 不會覺得害怕 好像上兩段婚姻一樣 這麼徬徨 因為我知道有神的帶領 神會看著我